欢迎观看罗杰斯通往5G之路系列视频 今天的主题是 5G的关键板材特性第一部分 毫米波频段电池性能指标的含义 大家好 我是来自罗杰斯公司的袁曙光 本日视频将介绍 5G用中电路材料的特性 以及在毫米波应用中的一些特性 纵观材料的基本特性 以及电路的在毫米波应用中的特性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是电路的插入损耗 第二是电路的界电特性 在毫米波电路应用中 电路的插入损耗可以将其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是导体损耗 第二是介织损耗 第三是辐射损耗 第四是泄露损耗 对于PCB电路应用来说 泄露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辐射损耗来讲 通常辐射损耗与特定的电路设计有关 比如说天线设计 因此这里我们不将讨论这个辐射损耗 介织损耗是受材料的损耗因子所决定的 因此在选用材料时要特别注意介织损耗这一特征 导体损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决定 如导体的线宽所选用的铜后 那对材料来讲 铜箔的表面出耗度是影响导体损耗的主要因素 铜箔表面出耗度会影响导体损耗的增加 这里的铜箔表面出耗度指的是 介织与铜箔相结合处的区域 铜箔表面出耗度与电路性能的影响 还与频率相关 当某一频率的区幅深度与铜箔表面出耗度相当 甚至小于铜箔出耗度时 此时铜箔出耗度对插入损耗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这里列出了频率从10兆赫兹到81赫兹下的区幅深度 以及不同铜箔的表面出耗度的均方根值 可以对比两者看铜箔表面出耗度 大到什么样的频率的时候 某一铜箔表面出耗度的值能够对插入损耗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铜箔表面出耗度对插入损耗的影响 也受材料厚度的影响 与材料厚度密切相关 较薄的材料的电路的插入损耗 受铜箔表面出耗度的影响越大 而较厚的材料的电路的插入损耗值 受铜箔表面出耗的影响越小 为测试铜箔出耗度对插入损耗的影响 我们选取了常用于77G雷达应用中的5mm R3003材料 作为测试材料 选取不同铜箔出耗度的铜箔 铜箔制成微带电路进行插入损耗的测试 如图所示 其中压岩筒是非常光滑的铜箔 它的铜箔表面出耗度的均方根值约为0.3微米 而电解铜的铜箔就会出招 它的铜箔出耗度的均方根值约为1.8微米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使用光滑的压岩筒电路的插入损耗 远小于电解铜 插入损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表面处理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表面处理工艺所使用的材料的导电性通常比铜箔的导电性要差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导体损耗的增加 从而进步导致总多插入损耗增加 下图展示了基于5mm RTDURA的6002材料 设计加工的无收谋 微带线的插入损耗测试情况 RTDURA的6002材料 是与商用级RO3003材料 是非常类似的两款材料 在相同材料上制作的电路 分别使用了裸铜 也就是没有任何表面处理的 和化学裂晶的表面处理工艺的电路 比较两者之间的插入损耗 我们可以看出 由于裂的改正性能仅为铜的三分之一 因此可以看到化学裂晶的表面处理工艺增加了导体损耗 最终使电路的插入损耗增加 其他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插入损耗的增加 比如材料的吸水性 我们知道材料吸水之后 由于水具有急性 当电厂通过电路时 水的影响也会导致整个插入损耗的增加 有很多种方法测试材料的插入损耗 受材料吸水性的影响 而且材料吸水性的测试 也有很多种测试方法 这里我们使用了室温与双八五条件下的插入损耗 比较的方法来评估材料的吸水性 双八五测试是指 测试环境同时具有85度摄氏度 和85%的相对湿度的测试环境 图中显示了两组不同材料 所制成的电路的插入损耗情况 其中一组使用的是5μR3003材料 比较了其室温与经过72小时的双八五测试环境后的插入损耗情况 可以看到在79G时插入损耗有约0.1dB每英寸的差异 下面我们来讨论材料的界点常数 在实际应用中 电路所反映出来的实际的界点常数 或者说等效界点常数 我们称之为设计DK 罗杰斯对于材料的DK 以及电路所呈现出来的设计DK 做过许多方面的研究 发现铜箔别面错度会影响 电路所呈现出来的设计DK 这是因为当电路有电磁波传输流过时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 会由于铜箔别面错超度的影响而减缓 所减缓的电磁波的传播 使得电路优如在高DK的界质中传播的一样 同样选取5μR3003材料 设计加工50亩微带线 采用差分相位长度的方法进行 界点常数的测量 保持出铜箔类型以外 其他所有条件完全一致 这里选取了两种不同的铜箔 分别是压延铜和电解铜 可以看到 电解铜由于去具有较高的铜箔表边错度 使得电路呈现出更高的电路DK 或者说电路的设计DK 而压延铜比较光滑 呈现出来的DK较低 或者说呈现出来的电路的设计DK较低 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两个电路仅仅是由于铜箔的出销度不同 其他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所测得的一个数据 另一个材料的接电特性 是材料的TCDK 材料的TCDK被很多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所忽略 所谓的TCDK 就是指材料的接电常数 所以温度的变化情况 是所有材料所共有的一种特性 这幅图展示了多种不同电路材料的TCDK的情况 紫色的曲线几乎是纯PTFE材料TCDK的曲线 它在25度附近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拐点 对于纯PTFE的材料 如果选用合适的填充材料 TCDK值在25度的拐点可被消除 从而使得TCDK值趋于完美 几乎能够绝境于1 蓝色曲线是RO3.03的TCDK曲线 RO3.03正是这样一种PTFE材料 它选用了一种特殊的填充材料 使得其TCDK值几乎能够接近于1 这也是为什么在毫米波评断应用中 很多公众师都选用RO3.03的重度原因之一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